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请合掌 大家跟着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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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归佛归法归僧 归佛归法归僧 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放着 好 那我们各位现场的有缘同修 大家晚上吉祥 那么一晃眼的就过了两个多月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关于咱们 印祖文操读书会 做一些答疑解惑吧 那么大家可能都常在经典里面听到说 极乐世界有一个边地移成 我们这个答疑解惑呢 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吧 护持我们自他 假如我们有可能要落到边地移成 或者现在正在造这个边地移成之音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设这么一个问答环节 能够在这样相互讨论分享的法义过程中 希望把我们的那些 乃至边边角角的所有的疫情 除了这个核心的主要的 还有边边角角的都能够把它断掉 就好比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放生也是这样 这个鱼呢一兜捞起来 一兜捞起来 眼看着大家所有的鱼都在这个兜里面 要把它放在大海里了 都要去了 但是边上呢 有时候就会挂一条 落一条 或者好好的它就蹦出来 就蹦在这个船的边上 那这样的话 又需要有人什么 或者手把它划了一下 或者脚把它顶一下 那它才能蹦几下呢 这个回到大海里面 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呢 一复如是 就是需要在建地上 在这个教义上 对净土的信愿形上呢 能够不断的触发我们 有更好的状态和发心 那好嘛 今天我们再来 这是算六月份的答议题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里边呢 因为题很多 不可能一一给大家回复 那主要的类型呢 还是封了几大个板块吧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 我们对于净土的根本宗旨 也是资粮修法呢 信愿形的认识 还不够深和广 或者说不够笃定吧 这是一条 另外呢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确实我们对于佛学 或者佛法 乃至佛门的这些仪轨吧 这个威仪教相呢 专阅术语呢 缺乏一些深度的了解了 也就很可能我们对于一个词 或者佛法常说的一句话 从知识上的了解呢 还不太够 这个呢 需要我们再投入一些心力呢 把它去补充补充 尽量的让这个知识 不会成为问题 当然还有一点呢 可能是我们 那我们都要应该反思 就是说还没有投入 真实的笃形了 就不要说念佛念的极其相应了 乃至这个能够辅助妄想了 一天有相当长的时间 能够相训在这个念佛的功德海中 很可能我们就几乎没有尝试过去念佛 所以呢 显得这个问题呢 有时候会很浅表了 就是一看就是完全没有 根本没有把念佛这个当个事去做 然后在那这里 有可能时间比较多了嘛 就想来想去 一些妄想就 把它称之为所谓的问题 大概不出这三种吧 希望大家呢 听完以后再接再厉 那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今天的 说提问 说鼎礼法师弟子愚钝 请法师开示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为何要把心与佛众生两者并列 阿弥陀佛请慈悲开示 这句话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它实际上 从我们的教义上来讲 真的就是讲的一个 最究竟圆满的法性之理 为了表这个法 那么你所怀疑的说 把心和众生两者并列是什么概念 它主要是为了 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 因为这句话是十分圆满的 我们只能尝试 从几个点给大家阐述一下 看能不能够灵解 或者说有一种悟性生气 因为佛法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根本的一个法义 叫做万法为心 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 我们对于这个心的概念没有理解透 就是它的广大周辩 圆融 无处不在 这样的一个辐射面 这一定是我们对于佛教里面所提的心 它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定位性的理解 如果你理解了这个心 那么实际上它的意名还可以叫法性 或者叫佛性 或者叫真如实相 等等诸如此类的 由于真如实相 这是整个法界宇宙万法中唯一的真理 所以我们再说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众生 是属于凡夫的层面 法界也可以这么说 那么佛呢 属于圣人的法界 圣人的层面 不管是凡与圣来讲 都离不开一念心 真理的体现而有 所以在立足于这个上面来讲 它是平等的 无差别的 当然这个如果从理上来讲 就是知识上来讲这么了解 从境界上来讲 这不简单 真正能够入到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这个境界的人呢 至少是开悟的人 才能立足到这个境界上而言 所以你看 如果从修正上来讲呢 这句话也是 真的不是说就随口说说就可以的 真正像天台宗去修观法 修观法的时候他也有简别 天台宗的行人讲到了 为什么说观就是观当下的这个心呢 因为说他觉得佛法太高 境界很高升 说这个众生呢太广 我们的心量顾及不到 所以正好观的是什么呢 就是观心法了 天台宗所谓的原动止观 一心三观 也曾有这么一个理论 大家不妨去体悟一下 当然 我们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法境的时候呢 还要彻底的网开了打 怎么打呢 比如说所谓的彼此的对立 繁盛的差别 色星的这种啊 就是所谓的精神和物质层面的这个差异对立 全部要把它打通摆平 才能真正的吃透这句话所讲的这个法易境界 你比如说这个问题 我们还可以套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 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跟他套在一起的就是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的问题 实际上同源种质 什么叫种质呢 也就是心佛纵成三无差别的这个境界智慧 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 请问法师 关于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的无情 譬如无情说法 还能有所领会 大家都知道苏州的虎丘不是说这个 真空说法完事点头吗 那这个是说对无情说法 那实际上他也表了一个法 就是说无情也在这个法之内 是这样子的 那他觉得说无情说法还能有所领会 是因为这个佛法呀 他是超越了主观 他是主客整个法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表达 所以无情说法是 占色也是说法呀 牺牲也可以说法呀 黄花也说法 翠珠也说法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说能够有所领会 但是关于无情成佛 很难理解 那我们现在大家也想想 这个点就需要我们提升见解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像这个桌子也是无情 对吧 我们周边的房子墙壁也是无情 对无情成佛 怎么成的呢 我想这一点我们不妨往回推一下 就是说无情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是怎样来划封有情和无情的 最初一念无明中 无明的启动以后 怎么有了有情和无情的差别 实际上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我们可以追溯到冷眼睛里面 讲到这个具体的内容 冷眼睛里面怎么讲的呢 就比如说我们一念无明启动了以后 由于这个心力啊 开始进行一个有违的造作 那么有违的造作 这个力度开始启动了以后 就是业力开始发挥了他的前奏了 那么风声水起 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分轮嘛 就是相互这样咫尺在一起 慢慢分成了业态 又形成了固态 然后慢慢就形成了我们的事迹 事迹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四大相互摩擦 实际上就是一念无明的力量 在自己跟自己干过不去 大家发现了我们所有的烦恼 实际上就是自己跟自己干 就是这一个劲 所以在冷眼睛里面说 山河大地是怎么出现的呢 比如说火上升 水下降 对吧 中间这个土性比较突出的时候的 就形成这个大洲呀 陆地呀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情 那么这个陆地呀 周滩呀 它是整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它是相互有这个差别像的 就把它叫做易 由于相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象状 虚空好像是一个一体 对不对 虚空好像就是一体的 没有什么差别像 它就是虚空就是一个样 它就有了铜 在铜和异 也就是虚空和物质的相互 相互衬托中 出现了纵生是怎么出现的 铜和异结合就成了纵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这就叫易 但是我们的心念啊 你看我说话大家在理解 我们用的一个感情沟通 这个语言理解平台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念是一模一样 铜是在共振的一个心念 这就叫铜 所以铜和异中又有了什么呢 非铜非异 因为我们长得不一样叫非铜 但是我们的沟通平台是一个平台 叫非异 我这么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说白了 所谓的山河大地虚空 乃至我们个体和我们的精神物质 全部是最初一念无名 把真如法性启动成妄想以后出现 如果你能够理解到这个点 那我们再转过头来理解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说无情也可以成佛 因为无情也是我们一念真如法性 无名在从中捣乱 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而已 那他本身实际上也是佛性的一部分呀 当然可以成佛 但是这个问题也提的非常好 他说无情有情是如何转化的 我告诉大家 无情有情不需要转化 无情有情是我们的一种定见执着 大家有想过没有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们几个遗情 谁说我们这个是有情呢 你看看你的色声上面有情识吗 我们的色声跟这个桌子有什么区别呢 光从色声的本质 色声的这个单方面来讲 你说跟这个桌子都是物体而已 那我怎么会觉得我都能成佛 无情就不能成佛 所以有情无情没有和没有风 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你所谓的转化是多此一举的 因为我们凡夫有分别性而成的 再打个比方 你说我们的一念所谓的有情的情识吧 我们还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很灵动的情识 是依附在我绝对主宰的这个色声上 由我来作为主宰的 无情嘛好像就是它离得我很远 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看桌子看话腿看空调的时候 它是无情 可是谁去确认它是无情的呢 也是我们的心念在依附在无情上来确认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所谓的万法无非一个是色法 一个是心法 色性二法 如果色性二法能够统一了以后 就叫一争法界不二法 这个时候所出现的境界就是第一个问题 心佛纵生三无差别 所出现的功效就是效果就是有情无情 同源组织 所以是这个 但是这个理确是非常高 那么今天作为第一个问题供养大家 希望呢 诸位有所启发 那好 我们再从后面的问题开始 这个问题就讲到具体的行持了 提问 说师父慈悲 请问佛号要从心发出 念清听清 这个确实没有错呀 可是弟子平时念佛都是尽量念清 心里还是跟不上 不能随时想着了生托死大事 只是念佛而已 那这样的念佛就跟佛的标准不一样了吗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问题 我们并讲过 可能他没有在意听了 印族也开示过 就有一个局势呢 他问我们说 既然我们念佛 还要发愿 有信心要发愿往生 那我们每一念都要发一下愿 然后再念一下佛 这不成了两个念了吗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 说他不能随时想着生死大事 那大家想想 如果你能够念佛念的很相应 念清听清 这个动力出自哪里呢 你要了生托死呀 你不想了生死 你不想成佛道 不想解脱 那你念阿弥陀佛干嘛呢 那真的是闲得没事干吗 对不对 所以他的心里发出来了 他是同步的 我们念念念的相应了 信愿来作为支撑 这个本身的背景 已经立足在你在 启动了生死大事的 这个观点上 这个见解上 才能是这样 所以真的你的生死心 是真实的 也是恳切的话 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大可不必 那么你现在觉得说 重新发出 但是很多时候心里不足 这倒也是了 就跟佛的标准不一样了吗 那首先我们要 丰盟别类一下 什么叫做佛的标准 佛的标准是 佛给自己立的标准 还有佛给我们凡夫俗子 立的标准 我们现在要达到佛的标准 是达到佛给我们凡夫俗子 所立的标准就可以了 这是网上的前提 如果你要用佛来要求 那可就麻烦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 佛确实也在修净土法 这个我们从经典里面挖掘 这个法意也给大家讲过了 十方三世诸佛 每天都在念佛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是一种表法 或者是一种随喜赞叹 反正成佛了 已经大事已办 究竟圆满了 没事干了 事现成一个念佛的 不是的告诉诸位 佛伟天的根本功德 就是在念佛 是老老实实 当真认认真正的在念佛 大家不要搞错 当然这个见解 是从经典里面挖出来的 我们做一个设想猜想 想必 诸佛菩萨听了 也会从某种意义上首考 佛在念佛 那么我们现在念这个标准 是这样的 假如有的同修 他会觉得念佛很累 总是不达标 效果也不怎么好 为什么一直没有起色呢 我想是首先一个是主动念和被动念的问题 什么叫做主动念 比如说我们以为是一种被动念 实际上有可能是主动念 因为主动念一定是比较省力 或者是一种发喜的 比较相应的愉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相对来讲 为什么 比如说 我们的信愿力度是非常具足的话 它会下意识的 当然会引发什么呢 我们尽心尽力的要去念佛 对吧 尽管我们工作很忙 生活很累 但是我们觉得 只要有时间我就想念 觉得一种想念 应该念 能念就念 这样的一种 就是我很欢喜的做这件事情 它实际上是一种养息 休息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说我们觉得心里不堪 或者是总是觉得不达标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看上去好像是一种被动念 好不容易有点时间 然后我应该趁这会儿再念 很被动 实际上就要主动念 因为你的前提觉得应该念 能念就要念 还有一种 好像一直在念佛 它也有点轻佛 哪给自己下了强大的这个力度 这个大量的数据来统筹出来 每天的功课 好像一直在念 一直在念的可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没有什么起色 好像希望还越来越不大 很渺茫 这样的一种感觉 它就越来越念的没兴进了 这种念法 好像是在主动念 实际上是被动念 实际上大家要细细的理解 这个不敢理解错了 所以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对于念佛这个妙形 我们常讲到为什么不乱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觉得念佛或者信愿求生西方呀 就自己一直在那拔了 在那寻求 直取一样的 好像使尽了全身的力量 都追求不来这个东西 这是一种误区 为什么我们总以为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极乐世界的无量功德大海 是我们寻找出来的 这就很累 就看上去是主动 实际上就被动 对不对 那当我们有一天念 突然发现 阿弥陀佛一直就在 你没有兴奋他就在 你不知道他在在 你想不起来佛法 这个妄想执着 把你的整个心念给充斥着 你都没有想起来念佛 他一直就在 然后你一念念的呀 突然间跟他相应了 他说原来佛一直就在 那我就念的时候 就相应他在就可以了 大家试想一下 这个就很轻松 看上去是被动的 实际上是主动 这个力度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在这里面 我们再强调一下 确实要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 在这个信愿上 因为信愿好像非常抽象 我们念佛呢 觉得能拿得住一句又一句 好像在修这个功德 这个功夫一样 我告诉你 信愿是要先修出来的功夫 它是一种真的是夯实出来的 就是在方便你要去做意 你要去思维 自己到底信不信 现在信到什么程度 永远没有止境的再让他 再信 再争 再切 再清晰 这样的话呢 一定能解决到我们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把根核心抓住 念佛自然而然就任运起来 就真的念念相应 这是一个良性的状态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他这里也讲到说 请问法师能精进赌识念佛 不就是说明有信愿了吗 还是讲到的信愿 那么持明满所愿 正所幸 那怎么还说是称蒙面呢 称蒙面这个法 好像是印族文操里边 哪一篇里边 我具体现在也忘了 但是我看一下嘛 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可能对称蒙面 当时印族所标所指的那个 那个意境呢 可能没有对上 说怎么是称蒙面 因为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 确实没有问题 你提问中说 能够精进赌识念佛 那么就用念佛来 满我们的愿 证我们的一性 确实没有问题 所以他这里的问题是 怎样才算具足的信愿呢 请法师慈悲开示 哎呀 这个怎样才能具足的信愿 我们也就说土话吧 说几点 就信愿就是你真的相信 说相信有净土了 大家现在就可以琢磨一下自己 我们有没有相信极乐世界 有这个世界在西方 这是一定要达到的 打标的标杆呀 你有没有相信阿弥陀佛现在活灵活现 充满智慧 这个功德无量的就在极乐世界说法 你有没有相信这个48月的这种愿力辐射度 已经整个周边法界 只要你一念回心 跟他对接上了将来往生这是迟早的事 这个已经千锤打锣 一锤鹰已经定在这了 你有没有相信 当然这个也是要向自己说了 没办法向别人说了 问自己不必问别人 实际上说什么样才算是信愿具足了呢 他在认可上 他是真实的 就是有时候已经不需要强调 什么才是真信情愿 这个东西是一个秘法 怎么种意 就是说你也信了 他也信了 两个人都没必要说了 信和不行 就这样了 内心笃定了 那我们如果说心中还没有主见的话 说明你心中还没有数 不是心中有数这个信愿 在具体的因缘出来的时候 在关键时刻 在平时 不管是关键点还是平时 你的信愿是不会动的 现在我们的信愿不算达标是什么 就是好像平时晃晃悠悠的时候 我自以为已经具足真信情愿 但是一有个风吹草动 你就撑不住了 这就说明说 没有贯彻到身心世界的一切形状中 所以呢在任何情况下 比如说你对于事件和出事件的法 对吧 对于修行法门中 道际念佛往生和其他的这种功德来讲 你一定能判断出来 什么是轻 什么是重 什么是主 什么是次 不用问别人 再比如说直白一点 说就是 这个具足信愿 那就看看我们放下多少 信愿提起来亲切多少 那这个就能放下多少 再比如说我们 到底怕不怕死 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很决绝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最好的衡量标准 你到底怕不怕死 如果你真信切愿 它其中有一个功德是 实际上就把你的生死什么 打通了 就像我们血栓一样 现在用手术给你穿过去 它有这样的功能 你看我们今天待会睡觉 谁能想怕明天醒不来 这就叫打通 我们具足的信愿 相信明天能醒来 说都不用说 那我们现在具足的真信趣 就完全相信 我这个色声一舍抱 我极乐世界莲花就开 说都不用说 就大概讲这么多吧 因为这个信愿自然讲太多了 反正你信佛因缘 如果实在你要从理论上吃不透了 那再去学习一下弥陀要解 信事 信礼 信因 信果 特别是信字 信他 每一信都能够体现我们的真信切愿 这个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再往下看 感恩法是开始 灵命中时被业力所夺 而流转六道 这个业力是今生还是多生的业力 那么临终 轰迷者 第六意识不起作用 自己做不了主 阿赖业是所有业势种子起现形乱窜 这个阿赖业是所有的业势是多生鸡肋的吗 那么此时给轰迷的灵终者念佛祝念还起作用吗 那我们倒着回答 首先一定要坚信我们念佛给灵终者 不管他轰迷还是不轰迷 不在这个上面论 轰迷是他的外相 有可能他的意识很清醒了 对吧 他是这个色生起了障碍 给旁边的人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形 那么纵然他轰迷 我们要相信这句佛号的功德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呀 是佛与佛才能究竟的法 凡夫这里只能养性 养性的力度有多大 那么佛与佛才究竟的法 你就能拿回来多少 他是取决于这个效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你回向给灵终祝念 当然有作用呀 那我们信佛 信来信去信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就听过 有一些外面信其他宗教的人 人家首先就是说什么呢 人家的信徒 首先就是教主存在不存在 不在讨论之列 知道吧 跟我们说节的说念佛有没有作用 这不能在佛弟子信仰的讨论之列呀 那么你连这个都不相信 有没有作用 你现在还是一个外道而已 可以说 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一个众生而已 这一点我觉得让人觉得听了 可以说是不甚相应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 就是关于业力 这个业力是今生的 还是多生的 兼而有之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轮回大盘 一念心地上来讲 今生和多生难道不是一生吗 就像今天和明天 不是整个我们一生的天天吗 对吧 所以那有的是今生的 有的是多生的 整个在人生死之际的时候 他就是要打破这个今生多生 开始洗牌了 我们说不好听 搓麻将一样 洗牌了呀 洗牌你还管他是饼吗 还是条吗 对吧 他就洗在一起了呀 看你接出来哪一张 他就是哪一张呀 对不对 那你看大家可能怀疑说 我在家的时候很会打麻将 这就是业力 这个业力确实是业力重的时候 那么优先权是会出现的 为什么 力量大的 先网出千 因缘突然间碰撞 合合一气的 开始优先现行 这个他虽然也有很多的一种偶然性 实际上在千叉万别 千丝万缕的业力 因缘网中 他也是一种必然性 就是要么是业力很猛 他的力量很猛 要么就是他姻缘刚刚好 总归就是说 看谁先抢贪吧 所以这个业力确实是这样 多生积累的 那么不管多生也罢 一生也罢 业力抵挡不过于怨力 主要知道 大家看在所有这种怨力中 我们轮回中也是有怨力在辅佐业力现行的呀 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说 你看定业和不定业 为什么叫定业和不定业呢 就是过去的定业 就是他在造这个业的时候下了狠手 那就说明他当时做这件事的怨力很厉害 非常充满 饱满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成了定业 这就是怨力在里面帮忙 那么怨力是可以载舟可以辅舟呀 怨力帮他的忙的时候 他就马上现成定业 假如怨力要跟他作对 跟他反着来 还有可能就被怨力转了 这就是我们怨神西方净土东的力量和功德 所以这个定业和不定业 再比如说影业和满业嘛 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 什么叫做影业的 牵引着我们这一生到另一生 直通的这个巨大的力量 你这辈子 你干什么事干的最多 那他一定会形成一种范式 你的行为模式 那么下辈子就牵引着你 决定你到哪一道 六道里的哪一道去作为行为模式 去体现他的常态了 对吧 你看我们有时候 其他不是就比如说每个人的吃相 这个吃相也是你下意识 就流露出来的一种常态 你看吃相就有可能能看出 你从哪一道来的 那佛门里面不是有一个 叫牛斯的那个阿罗汉吗 他称是圣人 他过去讽刺一个老比丘僧 他是圣人了 他讽刺绩效他 他遭受的果报 五百事为牛 结果他吃饭就跟牛嚼一样 这就是行为模式 这就叫影业 就牵引着他这辈子就最核心 最主旋律的 就是这个 那这里边大家发现了 他也有愿力 所以这位同修 你觉得这里说 这个阿赖医师里面 所有种子乱串 倒是也是 但是大家要知道 乱串这个法也是有两可的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以为乱串是件坏事 他永远也是困难和机遇并存的 困难就是说生死之际呀 洗牌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业力你做不了主 确实我们人死了以后 第六意识没办法掌控了 那只能靠巴士里面的种子 他自己冒 看谁冒出来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乱串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个机缘 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那个余文德利 各种业力在盘比力量的时候 你发现了 哎呦这帮家伙 我可要这会儿 力拔头的时候干什么 愿生西方净土中 念佛嘛 就跟我说 这个整个一下子大乱的时候 突然间你揭竿而起 那你就把这个业力的将来就坐稳了 就往生西方了 所以他不必害怕 生死之际的业力发挥 那我们的信愿执行是笃定的念佛 那就给他 既是利用业力的原理 而造了解脱的这个功德海 往生西方 同时也由于我们的信愿 念佛之力 那么在业力中呢 可以脱颖而出 把业力给降服 制止住 何况还有阿弥陀佛受受接引 这才是真正到时候起作用的力量 我们想了半天 这个问题好像害怕业力 你没想过阿弥陀佛一手插进来了 业力算个啥呀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 是这样的 道理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请问法师 一个朋友 每天送三遍无量寿经 那这功德无量嘛 不念佛后 这样修行也属于念佛法门嘛 哎呀 这个同修也算是剑走偏锋了 但这个问题确实也提得很好 实际上净土法门它需要开河了 大开大河 有时候该开的时候我们开不了 死之哑板 有时候该河的河的时候 我们要河不住 到处乱窜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首先我们如果一定要教条的来分析一下 你看每天读三遍无量寿经 不念佛后 这样修行也属于念佛法门 那首先大家要知道 念佛法门是什么概念 也有广义侠义的 我们侠义觉得念佛法门 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中 那你这里要知道念佛法门 看人家念的是什么佛 十方都有佛 是不是阿弥陀 再说他是不是念佛法门 是不是修净土的 净土也有很多呀 我们现在再说弥陀净土 说到弥陀净土 念阿弥陀佛 如果单从这个法来讲 那么无量寿经 就是讲净土法门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里边讲到说 他有这个正修 助修 正业 助业 那么文书阿弥陀佛 愿生西方 直尺名号 信愿念佛 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根基太差太差 注意力太集中不起来 所以才这么力提倡 小本弥陀 小本弥陀的 他的出色之处 也就是他的核心点 就是提倡持命念佛 其他的都不在此里 就是都把他省掉了 省掉了 大家要记住 不是废除了 或者删去了啊 并不是说他就不行了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 那么还有一个正业正修是修 助业助修也是修呀 而且助业助修 也能反转 成功的反转成正业 什么呢 回向往生 对不对 所以万善同修和一门深入呢 这里是并行不备的 那你觉得他说 每天读三遍无量寿经 我考一下这位同修 他算不算念佛呢 跟无量寿经是谁说的呀 释迦牟尼佛说的呀 无量寿经是说的谁呀 说的阿弥陀佛呀 说的阿弥陀佛的什么事呀 从英到国圆满了以后 接应十方法界 劝大家往生西方呀 就这个内容呀 所以他如果 我不知道他每天读 是怎么一个读法 我们猜想他 假如他是读无量寿经 一闻起观 那他这个念佛 不仅是念佛 念净土法吗 念整个极乐世界呀 这也是念佛呀 当然能够往生 这里边既有幸 也有愿 又有一年西方观想 这不是正行吗 当然能往生 一天三遍无量寿 刚才我们讲的业力业力 这个业果种下来 全体都是极乐世界的圣经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人家未必亚裕 你知识名号 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问题 实际上不是问题了 只是看我们对于 净土的开河而已 正行柱行而已 如果说就这弥陀经来讲 好像是说 他有点杂羞一样 叛道杂羞 如果你翻开这个观经里边的 九评往生章 那看里边 那几乎符合每一 上评 中评 下评 各种声 都符合了 如果真能一天 读诵三遍 无量寿经 都在其中 那就畅通无主了 怎么不能往生呢 所以这个 我们应该 对他升起信心 对他升起信心 实际上也就是 对无量寿经 对极乐世界 对凉土适踪 升起这信心 是这一点 这个问题就到这里 好 我们再来看 下面的这个是 他的问题是 关于用心 用到威系处 但是首先 我也先说一下 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 以为用到威系处 实际上还是一种 出种烦恼 只不过是 你把它描绘成威系而已 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法师号 当自己遇到人或事 人或事是什么呢 经的人见的事 这就是禁忌 六根门头 那么看一眼 刹那间 就会一丝贪嗔 闪过心头 你看他还描绘的 非常诗情画意 说这一念 分明不是我思维的 括号可怕 那么第二念是思维 还真是和上一念吻合 第三念才是 分析不让自己动这个坏念 然后请问法师 我这前面的那一念 是哪里来的 如何让他不起了 那我首先给你棒喝一下 第一念 是哪里来的呢 不是第一念来的 是你的第二念和第三念成就 第一念根本就没有 第一念 假如我们真的纯粹的来讲 第一念什么是叫第一念 第一念就叫真如法性 也就是本来面目 你的这个妄想 就是你突然间 又一丝贪嗔闪过心头 然后又是这一丝贪嗔 分明不是我的思维 所有后面这一系列跟进 全部都是第二念 真正如果能够明先见性的人 他就是只认第一念 认他念 不会有第二乃至第三念 对他念 我们的妄想 以为是第一念的那个方向 全部是我们已经到了第二第三念 就是头上按头 已经不断的按了好多头了 当然 我们也不能打击这位同性 因为毕竟他还是在细细的用功 所以 由你的这个前后操作和这个具体流程来看 大家发现了没有 净土法门是无上法 就是不管你什么第一念 第二念 第三念 所有念都统一在什么呀 佛念上 还有什么念呢 对吧 从无始以来到敬畏来即就这一念而已 当然如果说你说你就偏要讲净土 我就不修净土 我就要关照自己的当下这个念头 要观念 那我可以也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 不管你的妄想第一念也罢 第二念也罢 敬畏来即无量百千万一念也罢 实际上都只有一念 你就都把它统一到就这一念 好也是这一念 坏也是这一念 贪嗔痴也是这一念 界定会还是这一念 烦恼也是这一念 清静也是这一念 整个所有的念只有这一念 用这一念来统设万念 这也叫一门深入 这样或许你争的功夫到足了 也许开户还不一定 所以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念 但是确实有时候微细念 我们以为是已经微细了 实际上他已经 就以前祖师们讲的早已经是什么呀 白用万里了 已经使出去很久了 真正的这一念很微细 很纯粹 很这个说是吃那是快 我们现在凡夫为什么要特别的讲究修净土 就是说太难触摸这一个真如法性 虽然他时时刻刻在 我们就怎么也把握不住 捉摸不透 所以从这点来讲 还是净土保险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请易法师 在广东校联 这一讲法师讲 武登会员是提到偷星 偷星是佛梦林常讲的一句话了 祖师爷们呵斥弟子们 也常说你偷星没有死境 你打什么穷妄想 英祖常说的话 那么偷星是什么意思 他的问题是偷星是什么意思 想明星见性不是好事吗 为什么说是偷星呢 念佛能不能明星见性呢 真诚的问 一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偷星修行现象 二是应祖在文超宗多次提到明星见性 比登天还难 即便这样难道作为行人 不能设立这样的目标 为之努力吗 感恩法师 这个问题 这个同兄们还挺可爱 也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 跟祖师可以叫板 二一个他还准备开悟 当然 没有问题 对的 如果在善法欲赏来讲 好事呀 你想明星见性 人家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对吧 不想开悟的人你不是好佛弟子 甚至我们说出家人你不想开悟的不是好和尚 对吧 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抛开来讲 咱们一直在学习印祖文操 印祖是净土宗的祖师 不要忘了 所以我们是源在净土法上 以净土为主场而讲法 他是有背景 另外一个印祖呢 一直力排众议说 明星见性很难 真的比登天都难 因为他已经难过来 他知道自己虽然难过来 但是他知道几乎所有人都难不过来 他才可以说这个话 这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慈悲呀 就等于说自己把药已经尝变了 什么有毒 什么容易治 他都已经尝变 尝好了以后 然后回过来给你开药方呀 所以想明星见性 当然是好事呀 这位同兄 难道我们还害怕别人阻止别人开悟吗 巴不得开呀 问题是现在这个明星见性 一般人见不了呀 二般人都见不了了呀 而且从究竟上来讲 为什么判断我们可以说 自己也见不了 包括你和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明星见性就明不了 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那说明已经就不在这个 第一个正步上 肚子没有走正 对吧 当然如果说你说 我就要投行去开悟 也可以 你去行驶嘛 如果一个人一心一意地去 参究也是可以开悟的 一天不行就两天呀 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 十年不行就二十年 这辈子不行 下辈子再来 可以 当然要保证你造地 也没有下舵的可能性 这个也要先说清楚 要不然你到了下面 你还要怨我 那么另外就是说 听到偷心呀 我们不能够去这么联想 去联想 因为这个偷心是立足于什么情况下 才说的呢 是说你已经修净土了 那么就一心一意地一门深入 不要被其他法来干扰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才称之为说 偷心死敬老实念 佛 是说你已经念佛了 你就不要被其他的拽了 所以告诉你说 开悟也很难 你也不是开悟的料 他是真心实意的 也是真诚的跟你说呀 你是真诚的问 他也是真诚的跟你说嘛 所以这个偷心用的没有错 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 但是现在比比皆是 为什么是这么说的 这个偷心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 比如说你还是单身 那你到处可以去相亲 对吧 你看见谁好了 你再去跟他去谈恋爱 再去结婚 陈嘉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呀 当然可以呀 对吧 你看上谁了 这是你的事 假如如果你已经有家了 成了家了 你还能去相亲吗 你这个相亲再去 再出去到处去谈恋爱 这就叫偷心了 是立足于这个来讲的 叫偷心 所以法无定法 不在这乱判 在我们讲的这个偷心 它是一句倩戒的一个增上缘 它不是一句贬义的话 大家不要听错了 好像说印族太不敬人情了 动不动就给人家 因为偷字好像在咱们的妄想理解中 它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实际上这些偷信就是说 你心定理没有 安住不下来而已了 是这个意思 希望我们也不来误会 好 再往下看一个问题 哎呀 眼花的都看不到了 这个问题说 提问 这个同秀也很直接 也没有什么称谓 我就是觉得不对 说妄念胜与佛念 夜时 仗志时 佛慈悲 普批 忧不蒙意 这是在一段文操中 应祖开示过的话 这个话不是他的话 不是提问者的话 说我们 这个很多时候是 我们的妄想多于佛念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夜时呢 障碍了我们的志时了 所以往往在这种情况下 佛慈悲 不断的给我们 袒露 展示 现前 但是我们忧 幸运还生不起来 不能够仰仗佛力 这就叫做 佛慈悲 普批 忧不蒙意 但他的问题是说的 说难道这不算妄念吗 所以这句潜谈词 我给他翻译一下 就是应祖口口声声 说我们妄念 圣与佛念 妄念太多 你在这说妄念 圣与佛念 夜时仗与智时 难道这不是妄念 这不是夜时吗 这是他向应祖 提问的点 其次再讲到说 以死其白脸 这是不是执着 而且他还加了一句 还是极端的执着 他在说应祖 是极端的执着 所以这个问题呢 哎呀 怎么讲呢 这个也真的是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确实 哎呀 你说用所谓的一种精神吧 说祖师我也不能盲目相信 他说的我也不能照单全收 那真的也是没办法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觉得自己比祖师还厉害 你要比祖师厉害了 这个话才说的有分量 说实话的 我就听起来就可笑 轻飘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 是界定会三学的力量太薄了 所以当然就是望星占了上风嘛 佛念太弱太略了 那么想不起来 所以这里才说 让我们死其白裂的 把他一口咬定青衫 不放松 祖师爷胡口婆心 他是说的这个意思呀 那应祖师劝我们去把星用在这个净土上 老老师这是去修净土吗 是这样的 他是作为一个医生 给我们所有的患者开的药方呀 这是祖师爷的慈悲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就当说你算老几呀 你当医生 我比你还会治 难道你看这个药 吃药三分毒 你这里面不是也代表了很多 你俩病症吗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等于说是 事和礼仪他也不明 彼此呢 自他呢 也不清 凡圣呢 也定位不准 最后就是 就变成个凤卿星形了 大家听出来 他有点凤卿 但是跟诸位讲呢 凤卿是我们看不惯 作为一个学佛修行的道人来讲 不能看不惯别人 要看不惯自己 要看不惯自己 才对 这个问题实际上 他就是你没有随颂应主的开示 而是在他的队里面 反而挑老和尚的刺 对吧 那如果是挑老和尚的刺 也可以 我们说人要比人强才行 你如果挑老和尚的 我也站在老和尚的角度 替老和尚挑挑你的刺 怎么叫挑你的刺呢 就是说你觉得老和尚说妄念 圣与佛念 夜市仗与之士 这是不是妄念呢 那我要反过来说 你认为老和尚这算妄念 你这算不算妄念 对不对 你说老和尚这种死期白脸 好像有点完全不管不顾的一种耍赖行为一样的 这叫做执着 叫做极端 那你执着老和尚死期白脸 这算不算执着呢 你怀疑祖师爷很极端 那我们不去把祖师爷的这个道行 信心慈悲 忍辱的功德看清楚 反而去怀疑祖师爷是极端 那没看见祖师爷的功德 那说明我们才是真正极端 这才是真的是心情上的一种极端 我只能说把这个问题理解出来 你今天的心情不高兴 或者有点抑郁吧 有点这个甩锅 所以在大势之菩萨事先的 应祖师三代 联宗祖师跟起来就是耍个赖 任性一下 这个可以接受 如果你当真这样奉奉不平的 对祖师还颇不以为然 那我觉得你可能还是 得度的这个机缘呀 大大的涨折扣 大折扣了 充其量只能算接个元了 充其量只能算接个元而已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讲到的说 提问到说 法师吉祥 往生净土 西方是此生终极目标 持明念佛是法要 如何判断自己念佛的次第 以增强信心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世智菩萨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 你这个念菩萨名号 倒是念的次第挺清晰的 这个持明念佛怎么开始 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念佛的次第 以增强信心 当然那只能老僧常谈了 确实往生净土 如果一定要判断 他的次第就是信愿行事 修行宗旨 深信发愿 持明念佛 但是我们都要对净土 有一个见解 就是净土是原动法了 说了欲中 无上了欲 方便中第一方 原动中最即原动 原动代表什么呢 就是无懈可击 怎么去相应灵解灵物都行 没的毛病 所以在这点上面就是说 既可以把它理解成次第 但是同时它这个次第又是没有次第 没有次第就是说你怎么次第都行 它一定是一体两面圆润无安 你比如说我们说信愿行次第吧 对吧 假如如果说以性来策发我们的愿力 以我们的愿力来导入我们的行持 那这就叫信愿行次第 对吧 假如我们以发愿来讲 我们的愿力就我就认定西方极乐世界 就要这辈子往生 那么这不是恰恰以愿为基石来证明我们的信性是真的吗 不是糊弄别人也不糊弄自己呢 对不对 那既然以愿能够证明信性 那也会引发我们念佛的行持 那这个时候又成了愿信性也是次第 那你念念南无阿弥陀 你念佛在表达什么 你的行们在表达什么 你在表达你的信仰 在证明我是愿意往生的 那这个时候又成了行性愿也是次第 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 咱们倒不要去在乎次第了 净土法门就这么个修法 你也不管这个字不字地不地的 只要依着佛真实教会就可以了 但是净土也有次第 什么次第呢 这个次第在于我们 什么叫次第呢 日积月累 积功累得 净行受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这就叫次第 你这会开始 我们的每一年 就是一年又一年 就是次第呀 大家发现了 你每一年在干什么 你过年在干什么 你净土又净了一年了 这不叫次第吗 台阶已经明显的给你画出来了 对不对 每一个月 每一年迈向解脱 每一个月都不去懈怠 这就叫次第 每一天念佛念得生生不息 每一念都念得念念相应 这都叫次第 所以净土的次第呢 要从这个上面去起见 那么怎么增强信心呢 我想在这个自我信心的认定上 至少说我们对这个梭婆世界呢 是越来越清 越来越淡 越来越远 对于净土极乐法会 现在正在开的法会现场 是越来越浓 越来越定 越来越清晰 它是有这么一个 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那这些都是我们真性功德 所招感的一些法位吧 那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问题 今天稍多一点 速度快一点 南无阿弥陀佛 至成鼎里洪海法师 应祖教言 堂有余力诸大成经 不妨随意授持读诵 当以至行授持为本 且物极欲洞彻其毅力为是 果能至成之极 教理自会透彻 若先欲透彻 不从至成持诵作 既透彻亦无实意 况绝难透彻乎 弟子恳请法师 慈悲开示 对法师们的 佛经讲解视频 是暂时不要去听吗 你看他这问题 还又让我得罪人 首先看 就是你听不听法 这么讲法 因为他的问题就是 我到底是念佛 自己念了 还是听法也不听了 就是其他的都不听了吗 他是这样的意思 你听不听 首先取决于念没念 如果已经念起来 念得非常相应了 就可以不听了 应祖的这段劝诫 也就是劝你念起来 不要签去理论上摆弄 去关注经教 如果关注经教的话 有可能把你念佛给耽搁 所以应祖的这个指阅之指 就是指向让他念 那么假如你要觉得说 也没有念 你念也没有念起来 又来问听不听 那你还是去听吧 为什么呢 总比不听强吧 因为你念也没有好好念 那这样的话 你就该去听呀 那多去听 先从文思做起 那就要听 所以这一点呢 没有定法 大家切勿在上面的 给自己框一个 就是肯定行还是不行 对还是不对 这些我觉得都不对 就要看你立足于哪点 至于说听谁的法 其他的到底要不要听呢 那你要看听了 有用没用 用在哪里呢 有用比如说对净土更进了一步了 信心更进了一步了 对吧 没用的话 有可能你就越来越远 越来越淡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害处 有没有出现害处 什么叫害处了 走到另一道上 包括在佛教道上 其他法门 只要把念佛 听得走到另一道上了 肯定不仅是没用的问题了 是已经受到干扰了 那这个你就自己去取舍 这个抉择了 到底要不要听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些问题 提问打扰法师 说四红誓愿礼 众生无边誓愿度 这个信我发不了 为什么呢 太多了太累了 少度几个可以 自己休息待着就好 然后还有一个表情 呲牙裂嘴的是行吗 这有没有问题 哎呀怎么讲呢 这个首先我们说纵生无边誓愿度是什么概念 我们一读了以后 纵生无边誓愿度 就马上就想出我要把所有地球上的人都锁定了 一个一个拉到这来 他方国土里面也都要这个 众生无边誓愿度 无边是什么概念 我们善巧的理解一下 无边就叫无计 无边无计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定数了 有多少算多少 有就度没有也无妨 叫随缘叫无边无计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这辈子永远只有一个半个 什么叫一个半个呢 有一个人听你的算一个 有一个人先听了后来不理你了 就算半个 那你也只能说 净性尽力就一个半个 当然你说百千万亿个 那也是你的应验 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 不是让你满世界的去传销 拉人去 不是这意思了 就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 就是在自己应验范围内的 要让他究竟圆满 叫众生无边誓愿度 当然你要不要诸妈妈过后 忘了自己了 我们自己就是众生之首 先把自己度为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 假如你说能够自己休息待着 而念念不待着 不休息的念阿弥陀佛了 行 为什么自己度好就好了吗 自信众生是远高 假如说你这个偷安呀 休息的觉得说好不容易逮着块了 哎呀再去把手机拿开 一不小心刷到视频 是个游戏打开了 那我告诉你 这个你就有亏了 那你还是要去发心 另外一个呢 发心和实行 在我们凡夫心中 它不是同步一下子就能病假的起来 那我们发愿了 愿要广大 确实众生无边誓愿度 想想实法界众生呀 十方国土里边 地狱恶鬼 特别是无间地狱的三徒的 这些受苦的 那么把这作为对境 实际上功德利益在我们自己了 为什么呢 你现在老想呆着闲着 说明你过去的心力愿力就发的不够 那这个时候那个心力愿力发出去了 它自然而然功德 实际上体现在一念星地海中 所有的功德都是会回到自己 当然我们老惦记着自己呢 这个愿力又打折扣了 没有发出去 所以就当真说 众生无边誓愿度 有时候发的时候 可以把整个法界过一遍 这个也很微妙 很不可思议 大家可以试一试就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法师好 经书之类都好难 整理好多笔记 但是不能真正理解 天资不行 咋办 然后又有括号说 内奔扎兴 佛学院寺院 也有暑假辅导班 现在寺院像我们普通山 就有居士班 每年也在招生短期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那我们印族文操读书会 这不是一直在给讲 大家在学习吗 印族文操里面 就是从五成教法 从事出时间 都是圆满的 我们现在坏的 坏在一个什么上面呢 就是一种误区吧 就老以为说 一定要自己要从头做起了 这个才叫学得扎实 那县城的这种 最适合的教材教案 你把它灌过来了 够自己用 这不是最好的学习 所以这位同修这样讲 我曾经也接触好多 确实他就是非常认证 听课的时候 他真的就跟 就跟我们小时候 这个听语文 听数学 或者说听这个历史一样 他是这样的一种学法 那他觉得经书之类的好难 那当然这里面 有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 这个经书毕竟他是古文 那没有古文功底 从现实来讲呢 是说明说自己的这个力度不够 那么从素实来讲呢 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询息太少 过去的询息太少是其一 第二个询息的时候 你的发心是怎样的 你是把它当做法宝来学呢 还是当做知识来储备 这就是不一样的发现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 我们这一生呢 觉得天资不行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一个的 很可能你的目光锁定的点不对 这个佛经呢 当然也是来理解的 可是理解的内容中 一定是要渗透进去信仰 还有领悟 心地的领悟 然后再加上跟现实对接 根深蒂固的这个认可 实际上它也就是一种信仰的全面的表达 是这样子一种 对于佛法 就是我们常不是讲到佛法 学佛和佛学不一样 你当着佛学呢 有可能这样 假如说你现在觉得对自己很不满意呢 我们也可以从因地入手 怎么从因地入手 你可以去培职呀 多去培职 比如说尊重法宝 流通法宝 然后发愿回向 流通法宝 注印经书等等 这就是聪明智慧的一个英雅 去流通法宝 对吧 或者你自己读诵经典 读诵经典 你就不要说觉得好难 有什么难的 自认的就叫读诵经典 那难的是把你的妄想要射住 不要起风 别妄想 像地藏经里面说了吗 那读诵经典 读到地藏经 你就知道什么方法了 私人有业障或顾 与大成金不能记 然后让你回收向南 共敬水一杯 怎么借五心九肉等等 读如此类 那地藏经里有方法 你也可以以绝对真诚的信心 长期的时候行这个法 也有见效 当然在听法的过程中呢 也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反计 反计是一种听法的大计 就是反着来理解佛法 就像刚才那位 应祖本来是给他说的 让我们随送这个法了 他跳到后面来挑应祖的这种立场了 凌驾于令祖的 那这个就有点像典型的反计 再比如说一些六够三过去 比如说我们自己原来有一些成见 定见 或者一些世俗见 乃至也有可能过去是书呆子的习气 等等都有可能 反正这种 那么你这里提出了说 还是放弃那些 只念佛号 我觉得可以 他说说是不是要放弃这些 只念佛号 我觉得可以 那么你说又问说 从哪里入手好快 他又要好又要快 那当然从往生入手 从念佛入手 你从大的方面来讲 就是从愿入手 大入手出就是愿入手 具体入手出就是从行入手 那么念的自然而然 念佛念的 如果真的心开异己了 难不成你没听过 印祖文草里面 还有这样的开示吗 一个念佛人 念的念的智慧开了 神通出来了 从来没读过说 不认识字 可以写大篇的文章 佛学论文 注释 给经典注释 然后他没看过的时候什么的 他念头一动 就从别人肚子里就偷出来 当然这是我说的 不叫头 因为他的神通出现以后 有他心通 人家看过的书 人家夜市里面的东西 他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用 那这个挺美的 你不是要好吗 这个就最好 快也是这样的快 实际上就是说 对的 理解的对是要念佛为主 以念佛为主 哎呀 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就这么多问题 时间差不多了 也很好笑的问题也有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问题怎么起出来的 你比如这里有一个问题吧 他说像宗教的法师顶礼啊 在这篇文章说到很多人想靠自立啊 那么自立的本质实际上认为说 认为自己幸福实质上是不幸福 确实如此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往生 因此几年来一直一个人生活啊 怕 冒号 若找另一个人作伴 影响道业 影响往生 我觉得这如果真是这样 也没什么问题呀 那说明你过去修道修的比较清静 你可为什么不出家呢 然后父母总是替我担忧 说我一个人老了怎么办 念佛人老了就靠阿弥陀佛 还怎么办 就老的那一场呢 我们老的就是就往生了啊 还怎么办啊 那确实有这样的顾忌 没办法 那你自己的心 今天法师讲一切靠佛力 自立还是微小 哎呀 我这个讲本来是讲说靠佛力 大家仰靠的结果最过了 你看看他怎么理解的啊 那我在想 是否可以找个伴侣 共同修行 最终靠佛力往生 哎呀 想的也确实美 非常惭愧 让法师费心 这个行我废不了了 你要找个伴侣 这个行我没办法了 废不了 那么 他觉得是可能 我觉得这个有点专控子 或是气势化一样 他觉得想找个伴侣 共同修行 当然如果如你的美意 如愿以偿嘛 最好 但是如果按照娑婆世界 凡夫俗子习性来讲 一旦你坠入爱河了 再越拔出来 恐怕就难了 当然你这个妄想打的呢 我也不说好 也不说不好 但是我只能跟你 说个例子 我见过这样的 也是说的特别的圆满到位 这个我们一块找个念佛的 大家都是同修道友 比翼双飞 狼才女猫的同步往生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你小心哦 观音菩萨也听见了 要是他变现的摇生一变 变出来个女的来找你来 那个就麻烦 我见过的这一例就是这样 哎呀 两个人特别恩爱 最终就是登记成家了 总被就是神仙伴侣 这个共同往生 结果呢 后半期就不一样 现在他已经觉得说 这个伴侣不是个善缠了 然后呢 整个弄得鸡飞搞跳 把他拿捏得死死的 逼得他现在苦不堪眼 离也离不开 离也离不得 人家现在不是有句话吗 在整个这个主动权方面 这个让他逼迫他 让他生烦恼方面 拿捏得死死的 每天逼迫他 就是没办法 好了 这就是你自己招感的果报 自寻烦恼 不过倒也好 真要是把观音菩萨招感来 逼迫的你 原来你还晃晃悠悠的 打这么多妄想 现在倒考了 你也不怕老了没人管了 观音菩萨来管你了 那你不害怕出现这样的境界了 那你就去实现这样的行为 反正我就说说而已 也不负责的 这个你招感这样的果报 我也不负责 因为还有更奇葩的问题 在后面解决的 什么问题呢 感恩法师 今天听法师的教导 心里想到一个问题 净土行人 信愿念佛 灵命忠实 自知实至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佛际圣众直经台来迎接我们 那我们自知要去极乐世界了 他的问题 如果时间拥洗 总要洗涮一下 穿戴整齐吧 然后还想请师父慈悲 该部净土行人 灵命忠实 穿上什么衣服 穿什么鞋子 戴什么帽子 盖什么被子 这个很有趣呀 我不开玩笑的 我告诉你 净土行人 灵命忠实 穿的就是我们每天穿的衣服 你今天穿的鞋子 今晚盖的被子 有可能连明天的帽子都戴不上 就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要去极乐世界 无偿来了 我们是做不了主的 你不要说总备了一套很好的衣服 等到往生的时候穿 每天换上的衣服 有可能就是你往生的时候 这就叫世事无常 今天脱了鞋和网 不知明天穿不穿 当然如果你念得好 自知实至了 阿弥陀佛给你个面子 给你点时间 那你自己买点好穿好带的穿上 这也算表个法 让人家申请 如果你没这个本事了 那你就哪天穿什么 哪天往生就算哪天穿什么 也就认了这个法吧 当然了 根本的还是要 升到极乐世界 这才是 我们这个根本的这个道业成就 至于穿什么的 就好坏就随他吧 好坏就随他吧 因为你做不了主 今天呢 问题就到这里 好 请大家合掌 文法功德书盛行 文法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磨合般若波罗蜜 磨合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生 花开见佛勿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大家的文法功德 我们下次再见 阿弥陀佛 1 2 4 4 4 5 6 6